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好,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在日本的这个 草店啊或者是咖啡 这样的地方呢 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表达方式 希望大家会觉得有所帮助 好的,所以呢 我们来先学习一个东西 就是你在进一个咖啡店啊 或者是饭店的时候 肯定会听到说 欢迎光临,对 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希望大家会一起住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然后呢,基本上你进去之后 他这个店员会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呢?就是 你要在这里吃呢? 还是要带走 就是要打包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来分享 这个动词呢 其实是一个复合动词 持就是拿着,带着是回去 所以もちかえり 就变成了动词的名词的话 所以呢 もちかえりですか? 就问你是要带回去吗? 然后你就可以说 如果是的话 你就说 はい,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或者 如果说不是的话 你可以说 店内でお願いします 那尿尿的话就可以明白 店内就是店内 你要在店里面吃的意思 所以尿尿就是 他如果不问你这个 おもちかえりですか? 就是是不是打包 如果不这样问 他反过来问 是要在店里面吃的话 他可能会这样说 店内でのお召し上がりですか? 店内店里面对吧 店内での 很简单 店内での お召し上がりですか? お召し上がり呢 是这个 禁语 是什么东西 食べる的禁语 所以 店内でのお召し上がりですか? 他就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说 或者如果不是 那就反过来 你可以说 おもちかえりです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店员 肯定会说 了解了 可以 就很简单的方式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这一点呢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是 字迁 非常字迁的表达方式 一般常常是店员 因为顾客 他有尊敬顾客 所以 他就会把自己缩小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这样的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平时说的 わかりました 知道了 OK 還有一个表达方式呢 丢用カシマしラ 就是了解了 了解了嘛 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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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の τ� 这样的表达 或者你也可以说 丢開です 指同辈之间 就是不用太去计较 的时候就可以说 例書 就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呢 付钱对不对 你去把东西 比如说 美酒咧 买两个我自己喜欢吃的ドォー rico 然后呢 譬如说 你买两个豆 Number 那总共花了 300日元 300円 如果要付500元的玉米 你付500元的玉米 他就会说 他收起来 先把钱收起来 再给你找零 收起来的时候 他会说 500元 我扱入 致します是禁语 致します 比如说 接下来 就是先预收 比如说存包的时候 可以说 这类的表达方式也是用的 还有 那个汉字呢 是寄存的那个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寄金之类就是你在银行里面存的些钱 叫寄金 然后你存的钱也存钱 这个在以后的课程当中 如果有机会呢 我可以跟大家来介绍 然后接下来找零 比如说总共花了300块 比如说 他会说 2.5块钱で300元です 2.5块钱就是2个 因为我买了2个豆腐 然后呢 5块钱呢 是会集合到一起 5块钱で300元です 然后呢 你给他500块 500元お扱り致します 然后他再给你找200 他会说 200元のお返しでございます でございます 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禁语啦 这是日本当中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 でございます まあそのままおいてください 就是 照样自己住就可以了 我要去想太多 然后呢 接下来 他会去里面 比如说 去给你准备 这个包装 如果你要带走的话 他会给你准备包装 或者至少他要拿 我去给你的话 他会给你 基本上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す 他会这样跟你说 カウンターの方で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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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YUM就是 还有一个倒在方式 就是 你要带走对吧 然后你要到 カウンターの方で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然后他过来 把东西给你的时候 他会说 哦 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他会说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いたしました 用出来 就是 近语的部分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比如说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す 其实是 如果学过日语的同学 可能会知道 待たせいた 其实是 待つ的 什么 使用意识 之类的 这个东西的话 我刚开始学 大家そのまま覆えてください 还是把它先记下来 等于有的时候 用的习惯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 不会去想太多 因为语言嘛 就是 你可以交流 如果你想太多的话 脑子里面 我会想到一个东西 但到后来 用不用 怎么用 对之类的 其实 我觉得 没有动态 好 然后呢 你可以说一句 ありがとう 谢谢 然后呢 东西拿上就要走了 所以电影会说 欢迎在此后面 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 また 是 在椅子 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 一步一步来的椅子 所以今天的课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先给大家 recap 了一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还有 お持ち席ですか 需要打包吗 或者店内での お召し上がり でございますか 店内でのお召し上がり ですか 就是要在店里吃吗 你会说 他一食的 店内で 是在店里面吃 还有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知道了解 你会说 了解しました 了解 了解 好 好 接下来就是 2.5会計で 300円です 2个 1300块 500円 お借りいたします 200円 お借りでございます 那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アカウントの方で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はい ありがとう また 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 大き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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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の課程は こちらです ここに ご質問 お気に入れを おしまい 下さ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待ちの ちょっと 我が この 今日の課題 に ついて ものの課題 に 有这样的内容 所以希望大家到wordpress 我的tarachang.wordpress.com 到那里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去打印啊 或者今天要去学习的话 欢迎大家去那里 查一下好吗 好就是这样 再见